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爆发了全球的能源危机的时刻 我们也迎来了一场气候最大的影响 目前西班牙已经迎来40年来最早的首颇热浪 马德里的气温高达摄氏40度 法国的热浪多地气温也超过了摄氏40度 我们刚刚前面报道了欧元希望能够repower EU 也就是它的整个能源计划 但是整个气候变迁可能不会给欧盟足够的时间 所以欧盟可能被迫在今年年底大幅地燃烧煤炭 所以这跟他们想要进行的对全球暖化 各方面不要排放二氧化碳的重大目标完全抵触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恶性循环 而美国呢美国就能幸免吗 当然不可能我们都在同一个地球 美国的Arizona的首府凤凰城 也是现在台积电建厂的地方 现在气温高达摄氏46度 创下了104年的新高 美国的内华大洲Las Vegas 气温高达了43度 在加州某些地区是高达了48.9度 难以置信像印度一样 而美国最著名的黄石公园 因为大雨和洪水而被关闭的数日 在印度也出现了暴雨 高温天气很多地方的气温 高达了摄氏50度 在巴基斯坦用电猛增 整个停电的时间越来越长 气候的变迁 能源的问题 其实逼迫的人几乎没有什么 太多的出路可以选择 今天, weather extremes as destructive as they are contradictory in the west, fires, historic flooding and extreme drought all at the same time the latest epicenter for devastation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an icon of Mother Nature parks now underwater with unprecedented flash flooding just as the busy summer tourist season begins onlookers watching helplessly as this two-story home was swallowed by the Yellowstone River the level so high and the current so strong 这是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史上从未见过的猛烈洪水 逼得管理局34年来 首次将五个入口同时关闭 华盛顿邮报称 上次黄石公园的与世隔绝 是遭遇破坏性野火 如今是一波异常潮湿的天气系统 聚集在太平洋西北部的热穹顶两侧 导致三个月的雨量在三天内降下 到处沿河流窜 而六月这个时间点 极端暴雨又遇上了溶雪 共同形成了这个超完美风暴 讽刺的是看似乡林地区的暴雨 却对加州近年持续的特大干旱 毫无注意 美国西部多州近期再次陷入 大规模森林野火 包括亚利桑那 新墨西哥及阿拉斯加州 都持续受到高温干旱天气影响 今年山火面积已高出近十年 平均一倍多 且破纪录高温还不断扩大范围 迄今已在全美酿成超过一亿人受灾 贴后学家认为所谓的热盖现象 正是今年夏天 北半球极端热浪的主因 欧洲热浪预计也将提前报到 首当其冲的南欧西班牙 六月已经出现了 二十年最强的夏季前热浪 部分地区高温飙到摄氏四十三度 法国以往八月才会出现的四十度高温 也已经在近日降临 巧的是 南半球澳洲刺客 却遭遇数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雪梨迎来了1989年以来破纪录低温 极地风暴还带来了强风和巨浪 气候专家说 设施零下6.5度的低温 过去通常只在六月最后一周出现 提早报道的寒流极不寻常 也让人忧心 第一个原因是 现在的气候很快温暖 的气候温暖 是1990年度的几乎 而结果温暖的温暖的温暖 温暖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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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家海洋继大气总署 早在今年6月进入飓风季前 便率先发布预测试景 今年全球各地恐将南逃一连串 极端气候灾难 Positive生设斗 aby我们能压住 海长阳 leaving 海岸洋 回到梳子上 最后的温暖 continued 波测�로 产游 诺 Fal 提前 有65% sûr 他的频道 具体紧 cur成 在 不 ему kill ultra浪漫000秒 10% chance of a below normal season for the range of storms expected NOAA calls for a 70% probability of the following ranges 14 to 21 named storms with top winds of at least 39 miles per hour of these 6 to 10 will become hurricanes with top winds of at least 74 miles per hour and of these 更可怕的是 美国犹他州盐湖成的大盐湖 过去曾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 也是动物天堂 但伴随着人口急剧增加 与严重气候异常 湖泊面积40年来大幅缩减三分之一 水位也急速下降 科学家警告 最快今年夏天 湖中的飞银和虾子就会开始死亡 湖中的矿产开采也会停止 一旦大盐湖湖床 高浓度的深暴露增加 将让盐湖城周围空气变得有毒 因而形成一枚潜在的环境核弹 我们显示了 在盐湖中的重量 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 人类过度燃烧化石燃料及砍发森林 正导致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 比前工业时期高出50%以上 一份最新发表在自然气候变化期刊上的研究研显示 从前积累的碳排放量一直持续留存于大气中 当全球升温到摄氏1.5度 将无可避免加剧极端天灾风险 还有一份来自非洲 亚洲 美洲和太平洋地区 等55个发展中国家 共同发布的报告也忧心 全球暖化近来已摧毁 部分应对气候变化脆弱的国家 约五分之一的经济增长 非洲多地还因而遭逢4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光是索玛利亚就有约710万人正在挨饿 超过21万人处于饿死边缘 值得注意的是 伴随着全球气温上升 各地武装冲突事件也翻倍发生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 日前提出预警 全世界正进入一个新高风险时代 环境问题已演变成安全疑虑 对人类带来重大威胁 这将是未来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不只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生活环境 还有越来越难以找到能安身立命的家园 祝福所有的人希望你在疫情的时候 也在现在任何时刻平安 谢谢您收看今天文鲜的世界周报 文鲜的世界财经周报 我们下个礼拜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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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